额头宽阔饱满的 南方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不过自身的运势不是很好 眉毛断开 再加上眉毛本身过浅 为人性情淡薄 为人处事是比较自私 做事自我 人情淡薄 再加上鼻头发起红痘 这个红痘印 近期容易有一些财运的事件发生 或者近一年 财运上会有不顺利的时候 总是有诸多的不顺 再加上法令文一长一短 这个预示着 你的工作不是很稳定 事业上一有波折 会有危险或者危机产生 同时外出的时候 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紧防手脚受伤 鼻子上的大肉质很突出 但是山根偏低矮 鼻梁偏短 加上鼻头不够开阔 那么这个肉质 就相当于是财气 但是整个鼻子 成不住这么大的财气 不仅不能帮你提升财运 甚至会压垮本身的财气 出现漏财严重的情况 眉毛也是一高一低 情绪上比较反复 不太擅长控制自己 所以在情绪的起伏上 还有为人处事上 还不是太过随便 就是莫名其妙生气 加上本身的嘴唇偏薄 在感情上不甘屈服 就算难得遇到 比较有好感的人 因为你咄咄逼人的气势 和反复无常的脾气 让人避而远之